Hello大家好我是Jeffrey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导演到底如何去控制戏剧的张力 如果你要把张力做足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分为四个模块来展开 第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气氛铺垫 我们或者英文叫setup 就是你要把气氛给做足 如果最后的那个张力是一种很惊讶 很惊恐或者是很恐怖 那你这个气氛的铺垫一定要怎么样 大家记住要反着来 一定要平静一定要安详 一定要没有那么恐怖 最后那个反差感才会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找这场戏戏剧的目标 就是你要能让观众知道 这场戏有个什么的戏剧目标出现了 对吧有第三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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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东西 对于一般这种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导演的话 他会把这个东西给忘掉 但是老手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叫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戏剧空间 什么叫空间 要有空白 就是你马上目标有了 很多人就是目标有了 马上就开始达成目标 OK这场戏就卸掉了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一定要干嘛 要在这地方留足戏剧空间 我们把它叫做space 就是这地方有一个空档 相当于怎么样 把观众给吊着 把那个情绪给憋着 直到最后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那么最后第四个我们把它叫什么 就叫做这种能量释放 对吧或者把它叫张力释放 这叫resolution 那一下的释放才会有能量 大家理解吧 首先来给大家看一场戏 这场戏是教父中大家都知道的 Michael第一次杀人的片段 那么这个片段 大家看过的人都会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教父中最精彩的一个段落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就是导演把戏剧张力做得非常非常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怎么去做这个戏剧张力的 首先这个地方大家了解 就是一个空间告诉你 他要去杀这个人了 对吧 这个Michael要杀他的对手 那么一开始是干嘛 情绪铺垫 这个情绪铺垫一定要干嘛 给人一种非常温和的感觉 你看就是普通的聊天 但是记住既然是铺垫 你要有把这个气氛给藏着 危险感要藏着 要把这个气氛给铺垫足 你看特写这个特写是什么感觉 内心的一种紧张 对吧 但是在整个画面上 他还要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 对吧 你看到这个对面这个人 一直在慌乱 他的慌乱体现在哪里 他的焦点根本就不在对面的这个Michael身上 而是看着一个倒酒的人 对吧 还一直看着他看着下面 然后他们开始交流了 交流一开始还是交代戏 这是很明显的交代戏 就是说你的爸爸的问题 你爸爸生意做的这个 这个不对对吧 该去做一点冒险的事情 你看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是紧张 他是有算盘的 所以你发现Michael这个时候 是情绪更大的 所以都是给他特写 对吧 好很明显他就告诉你 他要谋生 他要去做其他的生意 对吧 就是你别在其中捣乱 你看 你看 这两个人都在对抗 现在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在argue对抗的时候 两个人都在给特写镜头 这都是在把前面的气氛铺垫足 他这个地方说话的时候 也是给特写 证明他是非常坚决的 或者是很走心的 你看他这个反应很重要 但是反复都被他对面的这个人怎么样 反不掉 就是他要保护他的家长的 这个爸爸的这个安全 但是对于他而言 一直在说自己的事 所以他非常的神奇 他要干嘛 他决定把他杀掉 所以你看马上说一句话叫什么 我需要去上厕所 这是什么意思 我准备去干掉你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戏剧目标 理解了吧 我要上厕所 是一个有前台词的戏剧目标 对吧 所以他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首先把他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然后马上他要走了 好戏剧目标有了 我们马上要干嘛 马上要进行这个厕所换空间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提前埋了一个枪 而在这场戏中 你会发现 就去把这个空间换了之后 他会把这个戏剧的感觉 变得更紧张 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怎么样 对面 你总觉得对面会进来人 而他也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所以两边都是未知的 所以这样的紧张感是出来的 而且尤其在这插一个镜头 看到没有 插一个镜头就告诉你什么 他们两个方面互相不知道 但是随时有危险 观众是紧张了 对吧 别一下被发现了 所以马上给餐厅的一个镜头 对吧 让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干嘛 所以这种反复切 它也是让观众变得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整理发型 为什么 这是一个仪式 我要做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并且火车在后面怎么样通过 这就是一种很紧张的一种心理的声音的一种体现 所以电影是什么 是主观 对吧 这些声音表面上是成体 表面上客观 实际上是Michael内心主观的声音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很了解 然后干嘛 太金 心中已经有了目标了 已经要去怎么样 要去把这个Michael 把他这个对手怎么样 给干掉了 这个时候要干嘛 要留足够多 优雅缓和的空间 你看你说吧 就对面那边你说吧 我不在乎 因为我根本听不见了 你看 我们在慢慢慢慢的推向Michael这是干嘛 进入内心 甚至一会儿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已经没有了 看到没有 只有火车的声音 因为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留足了这个空间 不是一来就杀掉 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这个人 再去做这场戏 很有可能做完了之后 马上就把他杀了 但他的厉害在哪里 厉害就厉害在把戏剧空间留出来了 就是那个人还在不停的 在说 而他 不断的进入内心 不断的紧张 不断的特写 然后后面成体的声音 不断的通过 这是干嘛 把这个戏剧空间留足 这个是很重要的 留足这个空间之后 然后怎么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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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空间 看到没有 一下出来 这个戏剧张力就释放掉了 能理解吧 这个张力释放掉 你发现这场戏看了就很爽 为什么 因为有前面的铺垫 所以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这一下怎么做这么爽呢 其实不是因为这一下 而是因为前面的那一系列 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一系列 这一下你这不会觉得很爽 好 后面干嘛 你这个戏剧张力要释放掉 理解了吧 枪要扔掉 然后扔走 你看 看到没有 这样才叫 戏剧张力 戏剧张力释放掉了 然后最后 留一个空镜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残局 对吧 还有两场来自于昆天的无耻混蛋 这个人他是非常清楚 你就是你把它藏起来 但他用这种方式 也是我刚才说的一个 他说话特色是什么 非常绕弯子的 直接说自己要说的话 看到没有 就他很直接 你就是你藏了 你别跟我那个 但他却自己绕来绕去 而且他从头到尾 都是这个说话风格 保持了一致性 保持那种优雅性 保持那种有dignity 就是有这种尊严的说话 我也不想太博你的面子 对吧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看 然后继续往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揭示 这下面就是揭示了 这叫揭示镜头 往下 移到下面 你看观众就知道 原来他们都藏在底下 你看这个镜头也是一样 把上下的这种空间关系 给展现出来了 好继续 又要喝牛奶走之前 所以让观众觉得 非常优雅的 非常完美的 就要结束了 他就要走了 对吧 但是马上他又问了 你知道别人叫我什么绰号吗 所以他永远不直接说他自己 其实就是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耍小花样了 对吧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别人叫我什么绰号吗 让你说 所有的东西都要对方说 而不自己说 你发现 从刚才到现在 他都是用这种说法方式 这就是统一性 这就是什么 人物塑造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根本就一点 杀人气息都没有 对吧 他要在杀人最后的 那个迸发之前 给你足够的 这种安详的 peaceful的 很这个 优雅的这种环境 能再给你去 把这个气氛做足 他是一种威胁 就是我这种威胁 大家感觉没有 他用这种很优雅的方式 说威胁 就是我要搜查 搜出什么来 那你就不好说 而且一开始已经铺垫好了 我的搜索能力是很强 我不会像一般的德国人 我比他们都要 严格 对吧 但是你看他不是这样说的 他是用这种很优雅的方法 说出来的 然后一直在威胁 马上你看他也给了个特写 动心了 对吧 马上越来越推 越来越紧 yes 他的内心是非常难过的 他的内心是做了纠葛的 然后你看他什么都知道 你把它插在地板下面了吧 你看大特写 而且你看两个人的表情 都在特写中展现了张力 好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情绪就铺到位了 好然后 那对于这个德国人来说 既然有这么一个目标了 其实他的戏剧目标很重要 你干嘛 要猎杀他 对吧 那么怎么去猎杀 如果这个时候他直接把他们杀了 这场戏就非常的弱 他在前面留了足够的什么 戏剧空间 Space 对吧 聊一些有的没的 他们听不懂英语 所以他们不会动吧 好那我来演戏 对吧 你跟着我演戏 为什么 把戏剧张力做足啊 现在音乐也起来了 等等等等 这个声音起来了 看到没有 就是越来越紧张 但是要把这个空间留足 对吧 你看现在是一种什么感觉 是一种假装啊 要走了 你假装这个没有这个紧张气氛了 但是音乐却是什么呀 非常非常的紧张 然后你看他台词写得很好啊 他要那个军队来 但他说这时候的小姐们 就是好像是把他女儿 对吧 说一些这种台词 你看音乐已经在告诉你 马上要爆发了 看到没有 但是这就是足够的张力 之前的空间 然后台词很好 说再见 你看 您就觉得看的特别爽 对不对 OK 那么今天关于导演如何去控制 戏剧张力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一键三连支持我 并且把这个视频推荐给你身边 觉得对他们有帮助的小伙伴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拜拜